康乃迪克州 马州波士顿 一路到加州旧金山 美国这周末的劳工节 长假不平静 千万人出游之际 从东岸到西岸的饭店 却掀起员工大把工 抗议薪资不公 要求业者加薪 便恢复疫情前的人力 总计八座城市 二十五家知名饭店 通通出现罢工行动 遭讨伐的知名饭店 包含西尔顿 凯悦万豪和喜莱登等等 光是夏威夷首府 檀香山就有五千名 员工罢工 影响当地一万五百五十七个房间 天间疫情后游客回流 自家饭店业者利润 创新高 却没有将营收 反映在员工薪资上 甚至也不愿意多聘请人力 引爆老公怒火 还有个关键问题 是许多饭店根本不提供健保 卖命数十年 却连看病都有困难 许多饭店业者跟劳工协商之际 也只能认赔 选择暂停部分服务 仅能以少量人力 在繁忙的劳工企业提供服务 目前工会还加码市井 罢工行动可能升级 巴尔地摩 奥克兰等地的成员 也有可能加入 用行动展示员工 讨薪水的决心 下期新闻又会这么多